在梅西拿到世界杯冠军之后,也是成为了第三代球王。 梅西也在职业生涯中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是,梅西本人还是想要继续留在五大联赛踢球, 所以这个夏天梅西的签约问题同样是值得大家关注。 而目前梅西也出了正确决定, 梅西将会再次拒绝大巴黎方面的虚约报价, 因为巴黎的报价让球王感受不到诚意。 与其继续在大巴黎辅佐姆巴佩,还要给他传球卫饼, 输球之后还要被大巴黎主场的球迷狂虚背锅。 梅西也想通了,不如直接回归巴萨享受到西域的顶级待遇, 早点和姆巴佩说再见。 而巴萨的跟队记者罗梅罗也泄露了梅西回归的事情。 罗梅罗表示,梅西回归巴萨的可能性已经来到了80%, 双方正在进行协商和沟通。 巴萨这个夏天也决心打造一支强力球队。 除了梅西以外,还有三名球员将会引入, 而西甲方面也为梅西的回归开绿灯了。 巴萨正在和西甲协商, 让梅西的回归工资不受财务限制。 而西甲方面也愿意梅西回归, 为联赛带来巨大的关注度, 要求巴萨在4月30号之前提交 关于梅西的回归方案和球队的财务处理手段。 也就是说,巴萨会在梅西回归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些照顾。 但是在其他球员引入上还是严格遵守规则, 这足以证明球网在世界足坛的地位, 就连一个联赛都愿意为他进行让步。 而拉总也是神了, 在经历了被狠批的两年时间后, 最终还是用匠心的方法可以让梅西回归了。 球队的财务问题得到解决, 而且在本赛季西甲也是可以拿到冠军。 梅西如果顺利回归下赛季, 巴萨将会全力冲击欧冠冠军了。 法甲第32轮迎来一场比赛, 巴黎生日尔曼做客挑战昂热, 上半场,尼亚纳浪费单刀机会姆巴佩进球首开记录, 巴霍亚射门踢篇梅西助攻姆巴佩单刀破门。 下半场,胡努投球顶篇, 巴蒂斯塔门迪远射踢高, 巴霍亚远射踢高, 最后时刻, 西奥布破门扳回一球, 最终巴黎生日尔曼2比1击败昂热, 姆巴佩是全场表现最好的球员, 他上演没开二度, 而梅西的表现也很不错, 虽然没有进球, 但送出了让人叹为官职的助攻。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昂热简单的套路就打穿巴黎生日尔曼的后防线, 尼亚纳获得了绝佳单刀机会, 他突入禁区, 低射圆角, 多纳鲁玛迅速落地把球扑出, 拯救了巴黎生日尔曼。 第九分钟, 巴黎生日尔曼进球了, 梅西在前场送出精妙的挑船, 贝尔纳特前叉, 直接把球垫到门前, 姆巴佩转身调整射门打进, 巴黎生日尔曼取得梦幻般的开局, 这球梅西虽然没有进球和助攻, 但正是他的穿透性传球撕开了对手后防线。 六分钟后, 巴默亚在点球点附近一脚射门踢磁了。 第二十分钟, 姆巴佩在禁区前沿脚后跟秒传, 梅西得球转身射门被身前的防守球员挡了出去。 第二十六分钟, 巴黎生日尔曼再次进球了, 梅西在中场送出一脚手术刀斑的直塞球, 姆巴佩前插获得单刀机会, 他冷静地掉门将轻松把球送进空门。 梅西的传球绝对世界级太漂亮了, 姆巴佩不愧是冷血杀手。 第三十三分钟, 巴默亚禁区内投球攻门, 顶高了。 五分钟后, 巴默亚的射门被打了出去, 半场结束, 巴黎生日尔曼2比0领先昂热,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五十二分钟, 巴默亚在禁区内背身拿球, 但是对手发生身体对抗后倒地, 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四分钟后, 胡努在禁区内投球后蹭攻门, 顶偏了。 第六十二分钟, 巴默生日尔曼率先进行了换人调整, 维拉第替补上场, 索莱尔被换下。 一分钟后, 巴默斯塔门迪尝试一脚远射, 踢高了一点。 第六十九分钟, 巴默亚禁区前沿胸部停球后, 起脚射高了, 踢高了。 巴默亚那么多次射门没有一次是靠谱的。 第八十七分钟, 西澳部攻破了多纳鲁玛的把守的大门, 为昂热扳回一球, 最终巴默生日尔曼2比1击败昂热。 巴默生日尔曼取得三连胜总积分达到75分, 继续领跑积分榜。 在欧冠早早止步16强之后, 巴默生日尔曼在联赛也一度出现了颓势, 连续在主场输给霍·雷恩和李昂, 让他们的未免形势岌岌可危。 好在球队及时调整了过来, 过去两轮连续击败了尼斯和朗斯, 让球队巩固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本周罚甲第32轮全面开打, 大巴黎奔赴客场挑战积分垫底的昂热, 后者本赛季迄今为止只取得了三场联赛的胜利, 而输球的场次则达到25场。 再加上大巴黎已经保持了面对对手的12连胜, 这也是赛前球迷都认为大巴黎将轻松从客场带走一场胜利的原因。 在比赛开打之后, 大巴黎就完全接管了比赛, 但中场没有创造力的问题依旧非常明显, 只能靠梅西回撤组织进攻。 此意,梅西以用精确的制导的传球帮助姆巴佩上演, 每开二度,大巴黎客场2比1完胜, 面对昂热好取13连胜。 虽然对手实力不是非常强, 但是已经没有其他比赛任务的大巴黎, 仍然在比赛当中派上了自己的全主力阵容。 封线上梅西搭档姆巴佩, 中场五人组则是阿什拉夫·索莱尔, 法比安鲁伊斯,维蒂尼亚和贝尔纳特, 拉莫斯,马尔基尼奥斯和佩雷拉坐镇后防, 首发门将则依旧是多纳鲁马。 远征客场的大巴黎在比赛正式开打后, 就在场面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长时间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朝着昂热的球门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击, 而昂热则通过反击去制造破门得分的机会, 比赛第五分钟,昂热的中场斜塞就打穿了大巴黎, 孱弱的后防线。 尼亚纳前叉获得了单刀的机会, 不过她的右脚推射没有能够闯过多纳鲁马的食指关, 措施了为球队取得梦幻开局的机会。 逃过一劫的大巴黎很快就让浪费机会的昂热付出了代价。 第九分钟, 梅西大禁区前沿直接挑船, 找到了快速前叉的贝尔纳特, 后者也没有贪攻, 不停球直接横敲给了姆巴佩。 法国前锋转身抽射破门, 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比分落后的昂热随后加强了攻势, 也给大巴黎的球门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但是这也导致他们的后防愈发的空虚。 第26分钟, 梅西和姆巴佩连线成功, 球王在中场送出了精确的制导。 姆巴佩单刀过门掉门将后, 打空门得手上演, 没开二度帮助大巴黎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 在下半场开打之后, 大巴黎攻势退检, 并没有趁对手并要对手, 三条线也开始回收,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防守端。 这也让昂热进攻的难度更大。 两支球队更多在中后场传导球, 也导致了他们下半场都没有创造出太多好的进球机会。 不过就在球迷认为2比0的比分会保持到中场时, 昂热在最后时刻打尽了挽回颜面的一球。 第五步接到了球队进区内的投球百度后, 在五人盯防的情况下抽射破门, 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2比1。 通过这一场比赛, 球迷再次看到了梅西对于大巴黎进攻体系的重要性。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梅西赛季结束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王子公园球场, 这意味着梅西在场上的精彩表现是一场少一场。